大家好,14点31分了啊,1月2号礼拜天,2021年啊 这又有粉丝给我爆的料啊,应该是西安人 或者是在西安有亲属的啊,感谢大家啊,感谢大家 这个这个从去年开始吧,严格来说从前年年底 从这个大瘟疫啊,这个这个COVID-19开始啊 中国啊,整个中国啊,有几大城市 当然其他地方也一样,一开始是武汉啊 然后到去年夏天又是河南郑州 现在又是陕西西安啊 对这三个省还是连着的是吧 武汉湖北九省通渠,中国的十字路口 是吧,尤其是长江流域的,连接中国南北东西的 然后有河南郑州,中原大地是吧 中原大地也是中国的十字路口 中原地区,尤其是北方的十字路口 现在又到了西北,又到了陕西 陕西又是西北五省当中 人口最多,经济最繁荣的 又是西安,西北第一大城市啊 一千多万人口,所以这个当然还有很多地方 北京也爆发了,东北也爆发了 上海,包括像云南瑞丽这样的地方啊 全国各地,各种各样的问题 还包括街头砍杀,开车撞人,拿刀砍人 包括我妈的老家河北仁秋 砍中学生不认识 是吧,安徽安庆 南京的新街口,福建莆田的欧金钟 这种事儿是吧 这个沈阳的大爆炸 太原街,大连的爆炸 哈尔滨的爆炸 是吧,就各种事儿 湖北实验大爆炸 死的人更多 现在是有这么一段文字啊 这个我就不感慨了啊 比较情绪化我这人啊 说一人确诊,拉整洞 一个人确诊 这一栋楼,不管是几百人啊 去异地隔离 给你换个地儿 为什么要换地儿呢 我不明白 他确诊了 其他人不要动了 你这一换地儿 这不是又增加了感染的几率吗 是吧 你在这个公交车上 大巴车上密闭空间 你就是穿着防护服 中国的防护服的质量可靠吗 人人都能百分之百的正确的穿戴着防护服吗 你对吧 这司机安全吗 你安排到异地 为什么要异地 你给安排到异地 人家地方也恐慌啊 人当地老百姓 看见这么多人跟外星人似的 裹得严严实实的 穿着白衣服 人家不害怕吗 对吧 然后你又 有的时候我听说 现在西安在建那个方舱医院 这不又花一大笔钱吗 你不能居家隔离吗 就地隔离吗 原地隔离吗 为什么呀 我怎么猜不透 我看不明白 这个必要性在哪 对吧 说现在咱们小区整栋楼 得团结一心 保证万无一失 不然大家都受罪 所以说现在是保命要紧 而不是保证生活质量 现在保命 生活质量下降了 你得 是吧 这也可以理解吧 干这儿没有两头田 安心待在家里才是保命 否则一不小心 就连锅端去隔离受罪了 他们也倒是承认隔离肯定是受罪 家里待着多舒服呀 所以呢 倡导非生活必须的物资 非生活必须的啊 就是维持你生命的吧 说白了 除了食品之外 不要购物 不要购物 不要购物啊 重要的事说三遍 如果咱这小区有确诊 导致风控等级升级 后果很严重啊 我们是现在 是在和疫情抗战 不是在家中开茶话会 希望大家克服一下 待 等待的待啊 小区解封 好的生活质量 来日方长 别让一线人员的辛苦 白白浪费 就那些防疫人员吧 警察呀 什么物业的人呀 志愿者呀 社区的人呀 他是这意思啊 说感谢大家的支持 麻烦各位邻居 复制这份倡议书 发送到咱们的群 希望每位邻居都能看见 希望疫情早日滚蛋啊 然后又有了说 今日西安金句 这么一个文字啊 说如今明天住在哪里 不仅取决于自己 更取决于左邻右舍 保护小区 就是保护自己 非常时期 无事不出户 没事 别别出家门啊 坚守小区的绿码啊 这上面写着 20221月2日 西安封城 抗议第11天啊 好吧朋友 先说这一段啊 朋友 不可能